再来看一下 印度能源计划于北京时间 今天早上5点21分 发射月球无人探测器 月船2号 然而距离发射 仅有十几分钟的时候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突然宣布 由于在运载火箭系统中 观察到技术故障 此次发射计划临时取消 新的发射日期将会晚些时候公布 此次计划发射的月船2号探测器 重达3800公斤 包括轨道飞行器 登陆器 和探测车三个模块 共携带14个有效载荷 或研究装置 原计划9月6号前后 在月球南极区域着陆 但在点火前56分钟 运载火箭系统 出现了技术上的故障 作为一项预防措施 月船2号的发射因此被取消 事实上如果本次任务成功 印度将会成为全球 第四个实现登月的国家 月船2号也将成为 首个登陆月球南极的探测器 2007年印度与俄罗斯的航天机构 签署合作协议 联合推进月船2号项目 原本印度方面计划 于去年3月进行发射 此后由于诸多原因 发射计划历经多次延期 月船2号是印度 第二次月球探测任务 印度曾于2008年10月 成功发射该国首个 月球探测器月船1号 2018年 美国科学家通过分析 月船1号月球探测器 发回的数据 确认月球南极存在水冰 月球南极的科学 经济和战略价值 因此大幅提升 在登月问题上 遭遇波折的不仅仅是印度 原本最有望成为 第四个登月国家的以色列 在今年4月发射了 探测器创世纪号 但不幸的是 它在最后阶段 于月球表面坠毁 现船的 帮助 对于 纸巾